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宝藏男孩他又在春天送惊喜了 而且是惊喜不断呀 一月八首二月又走出了两首 有如此惊人的创作能力 如此勤劳的天籁歌手 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待了 布丁越来什么都知道 布丁说 宝藏男孩周深是春天的精灵 是音乐的天使 是成年人童话 他的天籁之音让生命和如知如醉呀 果然呢 布丁说得太对了 小编也是有深有体会 最拿新年出炉的若梦为例吧 往事流转在你的眼眸 一边遗忘一边拼凑 如我前程和时双手 唯愿你能够得到拯救 情缘弱梦 长久几何 一枕寒霄 饮下苦涩 独酌 悲酒当歌 却让我不看这心锁 愿情欢入梦 伴此心停泊 弱梦完整版 小编反复跳了很多遍 这一反应又是一首 无法翻唱的歌曲吧 尤其是高音部分的哼唱 真的是太有感觉了 婉转悠扬绵翡测 周深若梦 深深入耳 此处真的应该落下几句 赞美之词 绝美 天籁等等 辉红的制作背景 将大唐风格体现的是 淋漓尽直播 三浪海周深 清亮万约的唱腔和古风编曲 适配度满分 谁听了谁知道 反正小编是打满分的 周深演绎的若梦 空灵 嗓音将剧中的情缘 无奈一字一句的唱出 音乐签订的观众 置身于其中 陈毅和张雨昕 真是神仙古装颜值啊 若梦的每一个画面都太养眼了 歌声和旋律也太好听了 梦里人间旋律隐隐于耳 难向往 陈毅和张雨昕 君臣虐恋的设定也带好感 少年天子李延和 承若于仇烟之 两姐妹的命运交织 如梦般汇集又消散 另听者观者 也随之陷入其中 若梦一般 布丁又意思说对了 周深真的是一座 永远也挖不完的宝藏 从今夜好声音舞台的欢迎 到大鱼海棠印象曲 大鱼 再到天雨千寻的主题曲 亲爱的旅人 以及梦醒长安主题曲 周深的演唱总能够呼吁歌曲更多 更深的灵魂 一字一字都让人带遇到情境之中 布丁说 周深凭借着不孽的努力 用一个接一个的舞台 用一首首好听的歌曲 为布丁和生米搭建了一座音乐殿堂 宝藏男孩周深的音乐殿堂 里灵昂晚幕曲目中多 这个美好的令人向往的音乐殿堂 属于周深也属于布丁和生米 走进宝藏男孩周深的音乐殿堂 布丁的耳朵在春天里很忙 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周深的天籁之音 婉转又扬 谁不喜欢春天的精灵 谁不喜欢音乐的天使 谁不喜欢周深的天籁之音 不喜欢宝藏男孩的音乐殿堂呢 其他谷奔踏歌而来 走进宝藏男孩的音乐殿堂 里面有柔柔的阳光 有梦境般的海浪 有晶莹的露珠 有春暖 也有花香 是啊 以往忙着鸡歌词 如今呢是忙着鸡歌名 走进宝藏男孩的音乐殿堂 可以跨越时空跨越区域 随时随地单曲循环 倾听天籁之音 可以随时随地地在春天里唱响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